連線知名的戲水景點三戰溪 10號下午外地遊客跟當地民眾兩派人馬 一共約20個人 疑似酒後起爭執 爆發了肢體衝突 警方趕到現場之後 還有一名男子情緒不穩 拿石頭攻擊警方 遭到警方噴辣椒水制服 戲水盤兩群人馬突然爆發口角 隨後大打出手 直接上演全武行 一路從岸邊打到溪里 完全不顧 暑假期間現場還有很多親子遊客 現場一片混亂 一旁民眾擔心遭到波及 紛紛遠離衝突現場 兩方都有喝酒了 有一點酒氣了 花蓮縣秀林鄉三戰溪 10號下午外地民眾與當地民眾 大約20人 疑似酒後起爭執 隨後大打出手 員警到場後被毆打的人已經離開 只剩下一名男子在現場叫囂 還意圖拿石頭攻擊員警 離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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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離開啦 你不要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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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遠景噴辣椒水 制服證明情緒激動的男子 並把他帶回派出所 本案先將相關當事人 依涉嫌傷害罪嫌通知到案說明 在釐清案情後 依法移請花蓮地方檢察署偵辦 夏天到來民眾到西邊 汐水消暑 反而火氣大到打群架 索心沒有波及到無辜的民眾 否則後果恐怕更加嚴重 接著陳金燕 華聯報道 可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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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憑